根据央视的报道 最近在全国很多城市的大街上 经常能看到贴在地面上的包小姐小广告 上边一般都有美女的图片 还有一个广而告知的手机号码 以及包小姐这仨字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 河北、山东、浙江、河南、安徽这些地方 今年以来已经侦破多起包小姐小广告案例 多起案件表明 所谓包小姐是以招嫖之名行诈骗之实 那么一看 原来包小姐不是姓包的小姐 她是干嘛的 她是专门针对特定人群设置的一个陷阱 其实真的 南京街头地面上 我也发现过这种小广告 只不过目前好像没看到有谁上当 当然也许人上当 他没分说 只能自己偷着哭 谁让自己没想干好事呢 被骗了 不敢吱声 打掉牙签肚子里边去 不过这个事我一直非常奇怪在哪呢 这是属于非法小广告 这么些非法小广告 那么多年怎么就履禁不止 街头巷尾 小区楼道 各种城市牛皮血 影响美观 这还是其次 重要的是什么 你看上面那小广告 大部分都是涉嫌违法犯罪 什么办假证的 买药的 卖发票的 招聘小姐等等铺天盖地 就是现在 咱们南京 红绿灯的时候 你等红绿灯 经常在你等灯 等灯的时候 一个小广告 从窗户扔进来了 要么就是塞到那车把手上了 不一直都说要严厉打击吗 合着就是靠环卫工去打击的 洗洗刷刷 抹掉 或者上涂一层白色的漆 这就完事了 这就叫打击了 你看它之所以叫广告 小广告 它上面不都有联系方式吗 傻子都知道怎么找到他们 怎么联系他们 职能部门就找不到啊 就根据这些小广告 自己留下来的变化号码 去追根溯源 顺藤摸瓜 看见一个抓一个 抓住之后就严惩 还几个敢去到处贴牛皮险 敢去明目张胆犯罪的 所以我看这些牛皮险 它就是贴在职能部门的脸上的 问题一点不复杂 关键就看有没有责任心 愿不愿意把这些东西 从自个脸上给撕下来 好了 各位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林评论 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登陆江苏网络电视台 下载江苏广播电视总台 荔枝新闻手机客户端 关注大林评论 了解更多新闻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